這一點你就要站起來說NO了嘛 這就是你要做的事情嘛 很簡單 你講其他 太複雜 聽不下去 你跟他說 我要逛國 我要讀 因為說 佛法 怎麼會吃的 對不對 你有要跟那些人搭訕嗎 他好像吃的人 做好事你就不敢做什麼啦 怕就怕死啦 我們這裡有打好事 太醫生的吧 好 嘿嘿 人家在米國保障 多可愛 我看一次 我塞車賭一保障 不要塞 那那Bumper 垃圾車不洗 要塞車窯才看有 塞車窯才看有 塞車窯才看我笑一個 他說 他說 我是個護士 那那個針筒的出息有我決定 所以對我好一點 你來鋁仔派 我拿得更大隻 他插得更痛 你說針筒的出息是我決定的 所以對我好一點 外交修兵 人家給你外交夾擊 現在歐巴馬去了 美術 歐巴馬已經去那邊交心了 那你以為日本人會怎麼樣 日本更糟糕 日本是一個更沒有是非 沒有道德的民族 他是牆頭草 只要中國再強勝 美國再放的時候 日本是第一個過去的 你要知道 是絕對不可靠的民族 只能靠自己啊 所以歐巴馬已經走走了 你看看 看那兩個人那個表情 你看那兩個表情 慘妹的樣子 慘妹的樣子 他說 做好跟美國外交的利益交換 一定是利益交換嘛 就具備解決台灣問題 國際條件 這共產黨的用語 你有沒有發現他們的文字的 用字潛質 是到了如火澄清的地步 很順喔 用字都很簡單喔 但是你看 做好和美國外交的利益交換 啊 透一下開的到底 就具備解決台灣問題的國際條件 喔 很厲害喔 和日本做一些讓波爾 滿足日本一些利益的要求 促使日本在台灣問題上 做出什麼 理性的選擇 想把人說理性的選擇 利益的選擇啦 什麼隊友有利 我就往那邊跑嘛 那個就是所謂的理性的選擇啦 你當 無所謂的說 我都抗頭麻 抗頭抗臉 不知道是嗎 這個都是一步一步在走的東西 而且 不是未來才發生 我給你的照片 都是現代式嘛 It's happening right now Everyday 這個是 水完啊 我們要參加民進黨 或不參加民進黨 我們有意見 大家做決定 啊 但是我要跟你說 我們現在要看一下 看一下 中國共產黨平心而論 對民進黨的批評 他說啊 中共認為 一個內鬥不止的民進黨 存在比不存在好 存在而不能發揮 推動台獨的政治作用 有利於爭取國民黨的協助 在2012年解決台灣問題 這就是我講的 台灣只有統獨問題 沒有社會主義 沒有左右派的問題 你站著民進黨黨主席的職位 你不提高台灣意識 不去主張台灣獨立 還在畫 我要照顧你們 完全中了 共產黨跟國民黨的圈套 全部在那邊 對他們來說 一個 民進黨如果他 站著毛坑不拉屎 存在比不存在好 共產黨講的話不是我講的 他並且說 中共並你採取斷敵良道來對付民進黨 扁岸後民進黨資金來源必出現重大困難 已經出現困難了 蔡英文現在說要什麼 小額募款 因為大額也沒人敢給你 小額可以匿名募 大額的國稅局就到了 所以呢 實際成熟時候 我們要透過對新潮流金主的經濟控制 可相當程度實現對新潮流系 進而對民進黨的政治控制 有看到沒有 這個不是陰謀 這個我早就知道了 任何負責策列應用的人 只要你是個strategist This is a must 馬一九在做的事情都是一步一步的 根據策略家安排的 他是吃的蹭鐵 吃的什麼 吃的蹭頭 鐵的心 你說你的一九尾那一車繼續走 沒有在插利 繼續走 所以他就是要配合中國共產黨 說存在而不能發揮所有的民進黨 有利於共匪啦 你要參加民進黨可以啊 你不能讓他怎麼樣 存在而不發揮作用 他如果存在而不發揮作用 那只有一條路 兩條路 一個是被推翻 或者他必須要馬上改革 只有兩條路 所以他如果一天到晚 要裝聖女貞德的樣子 對不起 Go somewhere else This position is not for you 你看看這些人 全部是什麼 你有沒有發現這些人的共同點是什麼 交流 交集是什麼 行調流啦 你沒有看出來嗎 全部是行調流 這個人還是他當行政院長的時候的副院長 知不知道 這個人 這個人在做院長的時候 我寫文章都叫他什麼 蘇山通的機會 我都罵到蘇山通 我們都忘掉了 台灣人的記憶力很差 這個是個很嚴重的問題 不要說我都是炮口對內 不了解這個狀況 敵人來的時候 你還不知道怎麼死的 死的莫名其妙的 有一個英國的作家 英國有一個很著名作家 叫 O-R W-E-L-L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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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水在那邊那個碗上頭 結果一隻豪心來 然後就打到那裡吃果醬 他就驅嚇了 他三隻刀子來 撥一下 然後從頭到那裡 那裡就切下去了 結果那隻蒼蠅頭手 頭到腥骨分開 但是又在塑那個果醬塑到有夠爽 他說不曉得他已經頭手異味了 好 因為他是低等動物嘛 不會痛嘛 不會痛到嚴重啦 他吃下去的果醬就從他腦後面 已經被切斷的地方不斷的流出來 然後當你講他腦袋認為飽的時候 他要展翅而飛的時候 發現說他的腦袋不能控制他的翅膀 這個故事就是台灣人 台商 台灣的那些生意人 還在仰望路客來台 你就是那個蒼蠅 在塑那個鍵果醬 然後呢 你的頭手已經給他意味 就用切斷掉了 然後那個果醬從你的腦後面還流到後面去 你以為吃飽了想飛的時候才知道說 頭手異味 那個東國人說你怎麼死都死不捲蛇 你怎麼死的你都不知道 台灣最大的問題 你知道嗎 Krislyn 總三動工要扶持傀儡黨 Krislyn成為台灣執政黨 融絡國民黨 劣解民進黨 組建傀儡黨 一定要在2012年實現 促使國民黨有解決台灣問題的主力 變為助力的歷史性轉變 然後要把民進黨內及利盈內激進分子 對外省人的仇視影向極端 認為族群失利的社會 有利於中共解決台灣問題 並縮小民進黨的社會基礎 然後人家說你們民進黨是暴力黨是偏激黨 然後客家人不投你票 然後客家人不投你票